我最喜欢的香港品牌 洛桥口罩 洛桥自主研发的Faceoff 专为日常生活长期使用而设计 同时具备纱菌、防水、除臭 清爽透气四大特点 如果有兴趣 就要留意洛桥的Facebook 找地产经纪 最重要帮到你还要够专业 立刻找我Sandra何欣卓 买楼买屋没烦恼 借钱有困难?没问题 找我是Amy 我是你的温哥华态盘顾问 最重要是借赌 X-Trade Interflight 从事中亚、欧美之间的国际物流业务 发展于15年 网络遍铺世界 国际移民搬屋 商业供应链方案 X-Trade Interflight 为客户提供最传年的物流服务 好,欢迎大家收看 现在李远华的《非常教室》 飞老师,你好 你好 Fulfilling English 希望大家记住订阅 点赞 赞 订阅,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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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点赞 Heart,点赞,点赞 Heart 支持飞老师 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飞老师 聖誕節對你來說有多重要呢? 真的很重要 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節日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覺得只不過在一年之內 這一天可以和我家人一起 大家都會很開心 好像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已經沒有了 我媽媽會很開心 煮飯給我們 她都不介意洗碗 我爸爸就會忘記工作壓力方面 我和我的妹妹大家都會玩新玩具 大家都會吃好吃的食物 然後又唱歌 真是一個很開心的時段 是的 我也知道加拿大的本地人 這個聖誕節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聖誕節是他們會在家裡 開了火場 又會一起圍著唱歌 吃東西 是很開心的 菲律師 你最喜歡唱的是什麼聖誕歌 最喜歡 我記得小時候 六大雪 大家都會出去坐雪梟 雪梟有一隻馬在前面 拉著雪梟 然後會聽他們的聲音 好像是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但我們不是這樣讀的 我們是讀Jingle Bells 不正確嗎 不正確嗎 應該是這樣 那條理要伸出來一點點 Jingle Jingle Bells 一定要加S嗎 我們一向都沒有這樣讀 是Jingle Bells Bells 因為是多Bells 多數不是複數 不是單數 所以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但菲律師 那怎麼唱呢 又叫Jingle Bells 唱歌人家不是這樣唱的 是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不是這樣嗎 不如我唱給你聽好嗎 是不是真的 等等 大家一起唱歌好不好 好啊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 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Jingle Bell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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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哇好厲害 菲律師原來唱歌這麼好聽 咬字又標準 這首歌真的很開心 真的唱得很好 哇好開心 這首歌是越唱越開心 那為什麼會選這首歌 作為聖誕歌呢 是因為有些Bells 那為什麼那些Bells 就這麼開心呢 我想問你 誰除了我以外 會坐雪梟呢 啊 聖誕老人 就算我好像他那麼胖 但是沒錯 聖誕老人就會坐雪梟 所以呢 你坐雪梟 聽那些Jingle Bells 你會想起它 你會覺得 哇好開心 有新的禮物給我 哦 沒錯沒錯 是呀 聖誕老人是坐著雪梟 有很多個鑼 那些Diers 拉著它 那些Diers 就帶了一些鑼鑼 那輛車的雪梟 有很多鑼鑼 那些Jingle Bells 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小朋友聽到 就開心了 因為有禮物 有禮物 是啊 是啊 啊 還有菲律師 有一首歌我都聽完 很開心的 但是呢 是一首西班牙的歌來的 啊 我知道 是不是Feliz Navidad呢 好像是哦 哦 不如我唱給你聽啊 好啊 嗯 Feliz Nav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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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是不是這樣呢? 嘩 唱得很好啊 菲律師 就是這首歌我很喜歡的 但是那個西班牙文是為什麼呢? Feliz就是開心 夏日就是聖誕節 就是祝你聖誕快樂 然後中間 Prospero año是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Prospero año y felicidad 還有祝你開心 就是這樣意思 就是一些吉利的說話來的 總之就是開心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首歌很好的 又有西班牙文 但是又是英文 但是我只是懂得唱英文的部分 知不知道呢? 我們有一首歌是只不過是New Year's Eve唱的 是嗎? 不知道啊 嗯 好啦 下一首歌應該大家都聽過 其實這個是一個叫做梳格蘭歌來的 但是那個意思就是 不要記得之前 就是不要計舊之前的人 不如明天一個新開始 但是一聽到這首歌 你知道嗎? 是很矛盾的 因為這首歌好聽 就知道是一個新年 但是同時間呢 你知道升登節就是做完了的了 到明年 好啦 那大家一齊唱好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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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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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朋友 就好像首歌的意思是 跟自己一些朋友說聲再見 接著就迎接一個新的開始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不要計較之前過去的東西 不如明天有一個新開始 Anita 就好像我們差不多這個時間了 今年就是不如我們忘記了 我們從明年開始有一個新開始 Well, here's wishing everybody a very Merry Christmas Safe and Happy Holidays and a Happy New Year See you in 2021! 菲律師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一定要安全和祝大家健康 祝大家新年快樂 大家一於在2021年再見 菲律師 我也祝你聖誕節快樂 多謝大家今晚 好多謝各位觀眾欣賞非常教室 好了 現在要跟菲律師和各位觀眾說聲拜拜 拜拜 Merry Christmas life Christmas formas 終 Android scheme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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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ing